大家好,歡迎收看《我要組屋主》,我是Cyle 早幾集都跟大家分享過一些 關於物業投資技巧和策略的建議 亦有些計算 我和大家看完後發覺 原來英國物業投資也是一個挺有趣 挺值得去學習的竅門 今集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較輕鬆的話題 就是講一下為什麼我會出來教英國物業的投資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100%香港人 香港出生、香港讀書、香港大 為什麼會無端端去投資英國物業的市場 究竟有什麼觸發點讓我想去投資 其實以前我自己去投資物業的時間 都主要在香港為主 但是在香港裏面都開始慢慢出現了很多的稅 一些稅務上的限制 亦都令到大家購買或者變賣物業的時間 變得困難或者成本高了 所以在一段時間開始 很多香港人就會去發掘一下 究竟有沒有一些外國的物業市場 是很值得投資 我自己都去研究過不同的市場 最後我自己就選了英國這個地方去投資 想當年我自己就是在英國那裡去拜師學藝 專程坐飛機過去 用了六位數字的學費 去學習一套關於英國物業投資的一個專業技巧 其實課程中是短短幾天的時間 已經是給了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們也看到英國的物業投資市場 都挺歡迎外國的投資者去進入 所以我們也在這個時間 看看香港似乎都比較少 這一方面的一些教育機構 不如我自己也試試出來 讓大家去認識多一點 去多一個選擇 我先講講 其實投資英國物業市場 有兩個因素 我會去想為什麼我們出來教育 第一樣就是一個基本因素 在英國來說 其實它人口是非常多的 人口總共有6600萬人 而且英國也是一個英語的國家 英語的國家很吸引到一些移民 也會吸引到一些投資者去選擇 而倫敦更加是國際和歐洲的金融中心 所以其實因為有資金和人才在裡面 也會吸引到很多投資者 也會選擇在倫敦 甚至是整個英格蘭的市場上去投資 英國物業也是其中一個 值得大家去投資的一個市場 剛才講到英國的人口 有6600萬人 原來裡面有50%的人口 他們是選擇租住物業的 大家知道有一半的人口的話 即是說是有3300萬的人口 在裡面會租住物業 而且英國人口每年都會按 一個大約15萬人的速度 去增長 他們人口增長的原因是有幾樣的 其中一樣是除了自然出生率 會有之外 第二樣就是有些留學生 在這裡讀完大學 就會留在這裡工作 那裡大約都會佔了15萬的人口 都會留在英國那裡去居住和工作 另一方面就是 英國也是一個很吸引到 很多人去移民的國家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的教育制度很好 社會福利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對於大家來說 是一個非常吸引的地方 是吸引大家來到 而且他們社會上 也會是一種多族文化的社會 是很和諧的 所以你會看到 尤其英國的大城市 有不同種族的人都會在裡面居住 變成大家都會互相尊重 其實這也是正正可以吸引到 一些投資者去選擇的 另一方面就是供應上 其實你聽到 英國的人口都是不斷增長 政府其實也有一個計算 他就說 每年他們新屋供應的需求 是有50萬間才夠 因為除了剛才說 人口增長15萬之外 也會有一些分支的家庭 或者是小朋友可能大了 會結婚 也要組合自己的新的家居 變成他們真的要一個新屋 才夠 這50萬間的新供應 才滿足到市場需求 但是在過往的15年來 這個市場上都給不到40萬間 每年給不到40萬間的供應 給這個市場 所以在這個市場上 足足他們缺少了 每年10萬間的供應 變成在居住的需求 是越來越緊張 比香港更加不枉多弱 其實在這個供應不足情況下 會引致到不同的情況出來 包括了租金會穩定地上升 另一方面就是物業的價格 也是不斷地穩步地上升 因為這個物業的市場上 也是健康的一個發展當中 另一方面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的房子都很貴 現在在說閒閒地 都三四百萬 只能買到一間非常小的 可能一房 或者是開放式的單位 如果去到一些更美 例如一個家庭想住三房的話 很多時候都要去到八百萬 甚至一千萬以上的房子 才可以救他們居住 現在來說 其實在英國的物業的價錢 就相對於香港是非常划算的 因為整個英國的物業的價值 都是不夠二十萬磅 不夠二十萬磅 即是說 等於港幣也不需要二百萬 就已經可以買到一間 物業可以是兩層高 有兩房甚至三房 或者是買一些地區 可能價錢比較低一些 可以買到四房 千多尺 有一個大花園 其實用十多萬磅 已經有很多的選擇 所以我們 尤其在英國 也很歡迎一些海外人士 去投資 他們的稅制 在各方面 按揭上面都挺配合的 即是可以用一個比較低的首期 大約是兩成半的首期 已經可以在那邊去買屋 而且不需要先用現金去買了 你可以先用按揭的方式 去給首期買一個物業 而一個很小的金額 已經可以讓你做到一個業主 所以 其實英國 也可以說是一個 上車的天堂 讓我們香港人 多一個好好的選擇 另一方面 英國的租務 也是非常暢旺的 很多地方 大約 都是在一個月之內的時間 物業已經可以出租到 而且在租金來說 也有一個市場的價值 不會特別會變得很快 不會跌得很快 或者升得很快 大約都會有一個市場的價格去跟 所以其實給投資者 可以預算得到的租金的緩佈率 有些人都問 其實我投資一個地方 買樓固然我自己做主動 我去買樓 其實如果我想將物業變賣的話 會不會很難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多國家裡面 買樓是很容易的 因為有很多新的供應出來 但當你想去變賣的時間 原來本地人是不會去買 一些很高價錢的樓 一些新樓 不會因為他們可能 已經很多已經有自住的樓 或者他們本地人 已經有一些便宜的物業 他們自己去選擇 不需要買一些新樓 或者很貴價錢的樓 其實在英國來說 二手物業的交投是非常活躍的 每年大約有120萬間的成交 主要是來自於二手的市場 其實可以這樣說 如果我們真的是一個物業 我們想變賣的話 在市場上 會有買家去買 這一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大家投資了一筆錢 在一個地方裡面 如果你是變賣不到的 或者你是很難去做按揭的話 那變了你的錢 會窄住在那裡多些 而英國來說 如果一個二手物業 如果是放賣的話 只要你的物業的情況是OK的 即是裡面的狀況是可以住人的話 基本上你都可以有一個價錢 是一個市價 你可以去賣出去 那大約成交度 大約是會用兩個月時間左右 這是一個英國裡面的土地住客處 他們的一個統計數字 就是一個物業放售 大約是兩個月時間 就已經可以去放售得到 那所以呢 其實大家如果是 買了英國物業的人士 你不需要擔心 說一筆錢會已窄死在裡面 窄死在裡面 做不到交易 或者賣不出 那這個人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只要你的物業的情況是OK的話 是會有價和有市的 雖然聽了說一些基本的因素 是英國物業市場 都值得投資之外 那但是呢 另一方面呢 我們都要知道就是 其實我們在香港裡面 我們對於英國的物業市場的資訊 是相對地比較少的 譬如大家一般會接觸到的 就是在市場上 是有些展銷會 會有些發展商 來賣一些一手的物業 那你買這些物業的時間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它是一個新的物業 或者是樓花來的 那所以 變了在這裡 除了價錢 會有些日價之外 那另一方面 就是因為它不是現樓的緣故 所以有機會 是業主要等一個很長的成交期 才可以開始到 那個物業的收租 那變了那個回報 會延遲了才開始 那麼就未必是說 每一個的投資者都想是這樣的 那甚至乎呢 我自己的貨頭裡面 都聽到不少的朋友 都會問 其實它自己也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可能買了一些的 英國的物業 可能是樓花 那樣 遇到很多的問題 就是說呢 真的有些的 譬如在英國北部少少的地方 那麼它的樓花 真的會爛了尾 或者是 起到中途 發展商就說 要再住資了 即是它不只是給手期那麼簡單 要叫它給了整間屋的屋價 才可以繼續完成到那個工程 那變了是會令到業主 是非常之頭痛的 那麼也都有朋友就說 其實它收租回來 就說表面上 那個發展商跟它說 就說有個叫做 保證期了 有6% 但是過了保證期之後 咦? 發覺那個回報率實際上 大約只剩下1厘那麼多 因為原來 在那個發展商裡面 有很多的不知名的洗費 或者是管理費 就變了在支出上面大了 變成那個租金收入 也都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更加有很多的錯誤的資訊 就說英國的按揭 只是做得五成 又或者是某些的城市的物業 才可以做到按揭 還要新樓 那二手其實行不行呢? 或者是否真的做得五成 六成按揭那麼少呢? 其實在一切這些資訊裡面 我會看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香港裡面 比較少真的去認識得到 英國這個物業市場的資訊 變了令到很多投資者卻步 最慘的是 有個投資者跟我分享 就說他買了一個物業 但是因為搞按揭的時間 跟他搞按揭那個人 都給不到一些很好的服務給他 變了按揭做出來的利率 是去到七厘幾百厘那麼高 那他的物業收租 又大約是七厘幾百厘左右 變了就是這頭收租 那頭就給回銀行的利息 去做按揭 變了自己就賺不到錢 那其實這些痛苦的一些經歷 都令到我是知道 其實這個市場上面 真的需要多少少這些資訊 所以我就出來 去教大家 怎樣去投資英國物業 給大家一些 正確的市場的資訊 那也都除了 剛才所說的一些策略上面 或者是去選擇 按揭上面的知識之外 其實我都會給大家 一些譬如 關於裝修上面的知識 譬如大家都很擔心 就是我們現在是 買一個物業回來 可能要裝修 那用什麼的方法 可以保障到自己 不會給完錢之後 師傅會離開呢 那這樣 所以這些資訊 全部都在我的分享會 課堂裡面 都會提及到的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認識 這個英國物業的市場的時間 不妨來參加我們的 免費的分享會和試堂 那我裡面 會讓大家了解得到 其實這個英國物業的市場 我們怎樣去看它 怎樣去選擇一些 我們應該投資的一些物業 還有如果大家真的有問題的時間 都不妨在課堂上面去問我 我會盡量去為大家去解答 那更加重要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 專業的英國物業投資者 究竟怎樣可以用到 一筆的資金去 不斷不斷重複去買樓呢 那雖然我之前的一些影片 都有說過 那如果大家再想深入一點 去了解的話 我課頭裡面 都會教到大家 那最重要大家就是 當我有那個試堂的時間 大家去報 我們現在開了一個 網上的版本之後 其實那個人數也沒有限制 那變成是 可以大家真的 安坐家中 甚至你不是在本地的 你可能是在英國 澳洲 澳門 馬來西亞 其實我都有 在試堂裡面 都有很多外國的朋友 一起來到 一起去聽 一起去了解 那變成他們是增加了資訊之後 對於這個投資上 就不會走錯了一些的冤枉路 那我希望這個時間 可以讓大家認識得到 也都希望 大家可以將英國物業投資的市場 視為多一個選擇 給自己去投資 那今集就講到這裡了 那喜歡的話 請你給個like 和share出去 還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當我有新片的時間 就會通知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 為了我自己退休年前 最後的試堂分享會環球巡迴 香港站 又回來了 5月4日 大家記住把你機會報名 上次近一萬人報名 香港站朋友 切密錯過 Kyle 教你成為英國樓物業投資專家 怎樣教你即使資金有限 亦都沒有投資經驗 在這個市況中把握機會去認識一下 5月14日強勢回歸的Kyle 英國物業投資市場分享會 近來需求非常之強勁 所以我們拆開了一個 富翁電視MTTV的全新頻道 大家請訂閱 裏面有獨家的分析 和更加貼士 和大家繼續追蹤 以後的直播也會調去那邊 更需要貼士增值的各位 請去那裏去subscribe subscribe之後 在主頁有獨家的影片等著你 立即看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說去填補需求 我們終於又再去有一個新的招聘 大家好好把握機會 招聘如下 我們需要一個content assistant 支援我們的研究部 首選就是畢業生 對投資有熱性 責任深重的 另外 我們亦都需要一個graphic designer 就需要對這個設計有熱性 你都能夠給一些創新的意見 在細節方面也都非常之用心 大家可以將你的履歷 寫來hratmoney-tab.com 今個月 我們繼續有精彩的免費分享會 提提大家座位有閒 趁現在好好增值自己 有興趣 立即立刻立刻報名 詳情可以在下面連結 看看和報名